美国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 我们常常会问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在不同人的眼里,美国旺呈现不同的状态 美国不是救世主,但却常常以上帝的使者自居 美国很自私,但有时候却要穷大方 美国是一个国家,但却更似一个集群 这就是美国 一个外人很难理解美国人自己也不知为何物的特殊存在 客观地说,美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 直白一点地说,美国其实就是一个国家中的异类 鉴于此,在看待、分析、判断美国时 不能用国家的概念来衡量 也不能用基于历史的惯性思维来预判美国的行为方式和美国的发展 以及美国未来的命运 美国从建国开始就是先进的吗? 当然不是,他们建国之后还实行奴隶制呢,还有黑奴的存在呢 但是,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变革 有的时候啊,变革的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也许美国会突破一些诸如盛极而衰的历史规律而长期存在 但也许啊,某天清晨醒来的时候 美利坚共和国就因为解体而不存在了 美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个人觉得用两句话足以诠释 对内而言,美国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对外而论,美国是天使与恶魔等身,且交替出现 鉴于此啊,也就难以清晰地判断出美国的好与坏 美国的正与邪 其实,就历史,现实,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来说 美国其实是一个游走于灰色地带的集群式的国家 或者说啊,它就是一个另类的存在 但是啊,正是因为这个另类的存在 才可能获得一个走出轮回的未来的解决方案 观众老王,不一样的使教 感谢观看